人体的口腔内有700种细菌 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 微生物群络之一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口腔内的微生物群体 会影响健康 尤其是罹患系统性疾病的人 例如肋风湿性关节炎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甚至影响孕妇产生不良的 妊娠结果 口腔内的细菌 会形成生物膜 附着在牙齿表面 形成牙结石 细菌所分泌的毒素 会引发发炎和免疫反应 进而破坏牙周组织于齿草骨 而口腔内的细菌 更可以透过血液 进入我们的身体 尤其是在牙周病的病人 牙周囊带里面的牙龄上瓶容易破损 让细菌有机可趁 进入血液循环里面 产生菌节症 细菌趁机定植在身体的其他器官上 例如 附着在心脏内膜上 以方吸内膜炎 癌症仍然是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杀手之一 全身性发炎会增加 癌症病变 恶性病变和癌症发展的风险 而牙周炎会诱导 慢性低度全身性发炎 这可能与许多非传染性疾病的发展 或进展有关 但出乎证据表明 牙周病和癌症之间 还是可能存在关联 特别是口腔癌 食道癌 消化系统的癌症 牙周病相关的细菌 会入侵血管的内皮细胞 刺激细胞产生发炎因子 导致慢性发炎和血管内皮损伤 进而诱发动脉周状硬化 斑块的形成 大量的研究显示 牙周炎的严重程度和牙周的致病细菌 与颈部的动脉血管 壁厚度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牙周病患者罹患 动脉周状硬化的风险较大 因此 美国牙周病学会和欧洲牙周病联盟 一致认为 牙周病发炎是急性血管 一定因子的危险因子 在临床上我们知道 它口腔发炎 或者是肠道的IPD 或者大量脂肠肿瘤 都跟这个菌 或许会有点关系 可以去把你的牙周病 如果有的话把它解决掉 那或许这个菌种就没有了 那是同样道理 是不是因为这个菌 种植到肠道去 还是说原来肠道里面 这个坏菌增加了 才造成问题 口腔里有上百种细菌 不仅会导致牙周病 取齿还可能经由伤口及血液循环 感到全身 引发脑中风 心内膜炎 甚至恶化糖尿病 失智 影响新生儿早残等问题 这种细菌 它是可以去抵御 胃酸的侵蚀 还有适应肠胃道 这种低痒的环境 从口腔一路生存到 大肠脊植肠的 那它们的感染 会引起肠胃道的发炎反应 使这个肠壁细胞损伤伤 那让更多的细菌 入侵大肠的组织 同时也让这个肠道的细胞 免疫功能失调 让癌化的几率大幅的增加 维持口腔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良好的刷牙习惯 是维持口腔健康的不二法门 一天刷牙两至三次 正确的刷牙方式 以及使用正确的工具 包含牙刷 牙线 牙间刷 很多患者会因为牙龈流血 担心菌血症而不敢刷牙 其实牙龈流血代表的是 牙龈发炎的警讯 刷干净不发炎 自然就不容易流血 不去刷只会造成发炎 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 医师提醒 注重平常饮食多蔬果 也可多摄取益生菌 让体内好菌虫能够生长出来 抵御坏菌虫 减少大肠肠道发炎 就有机会降低罹患大肠癌风险 一般人如果提到大肠癌的成因的话 一般会认为 可能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会跟口腔内的细菌 成为导火线也有关联性 尤其是国人常常有的牙周病 这些牙周病 为什么又跟大肠癌有关呢 这段节目我们邀请 另外一位牙医师来告诉我们 介绍的是 德威国际牙医口腔医院的 赖博超医师 赖博师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国人的牙周病的摄行率 居然高达有八成之多 那么当然有很多发生的原因 但是50到64岁 罹患率是18到34岁的6.7倍 而且会有这些并发症 包括了中风吗 大肠癌吗 食道癌 甚至还包括了忧郁症等等 请问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关联性 基本上牙周病的形成 主要是因为细菌所造成的 我们看到有 现在看到有中风大肠癌等等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身体的 慢性发炎有关系 慢性发炎是现在一个很常见的用词 主要就是在我们身上 并不是一个急性产生的症状 但是它是循序渐进慢慢发生 对身体破坏的一个问题 然后由于牙周病 它主要是由细菌所造成 细菌会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滋生 慢慢形成对 起现是对牙周的破坏 但是这些细菌会顺着我们的血流 流到我们身体其他的地方去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 其他部位的慢性发炎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不管是忧郁症 癌症 或是心肌梗塞 中风等等 这些或多或少 都跟我们身体的发炎是有关系的 所以也自然而然 与牙周病的细菌 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不过一讲到牙周病 很多人会联想的就是 可能会刷牙的时候 牙龈流血 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明显的疼痛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早期去发现 OK 我们常说牙周病 我在跟病人解释的时候 我常会告诉他们说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牙周病如果不是在 急性发炎的时期 很常会被民众所忽略 然后就我们一般民众 能够发现到的牙周病 可能的症状 其中一个就是 有的时候嘴巴可能会有血味 会有流血的感觉 或是刷牙的时候 漱口会有一点血跑出来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有可能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敏感 牙齿会觉得酸软 或是我们在咀嚼一些 比较硬一点 比较需要咀嚼的食物 有可能牙齿会觉得 没有什么力气 以及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可能在跟其他亲戚朋友 有同事在讲话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有一些异味跑出来 这些都有可能是牙周病 造成的一些问题 当然有这些的症状 不一定表示你一定有牙周病 但是其实尽快的找医生就医检查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前段前部已经讲说植牙 现在甚至靠AI来做定位 已经能够有一些 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做治疗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牙周病 现在也有最新的方式吗 听说有一种叫水雷射 这是什么样的疗法 基本上我们先说明 牙周病的治疗 最传统一般的做法是 我们会在牙齿的表面 有一些牙结石的部分 会利用一些器械去做刮除 除了把牙结石清除干净以外 我们牙根表面有一些 受到细菌所感染的部分 我们也会加以去除 然后但是这有一个缺点就是 当民众接受治疗的时候 常会听到很尖锐的声音 感觉有点像是在黑板上面 用指甲刮的声音 都有恐惧症 对 所以当听到这个 可能很多民众会对于治疗有所缺步 所以水雷射它的好处是 它有一个很细的光纤的探头 然后会用水的方式 以能量的方法把雷射打到水里面 然后借由水的细微气泡的爆破 然后来清除牙结石 清除一些发炎的组织 因为现在的医学很常讲的是 微创治疗 这个微创治疗运用在水里 就是相当方便的做法 因为我们的探头小 我们的治疗它的疼痛感比较低 所以民众第一个 他对于这样接受治疗的 接受度会比较高 他术后疼痛以及流血的情况 就民众的感觉 以及医师治疗上面 也会普遍的比较理想一点 而且听说它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说是什么活化周遭的细胞 有这么神奇吗 因为水雷射 雷射它本身就是一个能量 所以当它在进行治疗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 它的能量会带到我们的牙龈深处 所以这些能量有可能会活化 我们牙周的细胞组织 让它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再生 所以在治疗之后 它的复原的速度也会变得比较快 您在临床上面有没有碰到那种 牙周病已经到很麻烦 很难处理 最难处理的 大概会是到什么样的地步吗 当然最不好处理的情况就是 牙齿几乎每一颗都在咬 有可能到最后都要拔掉 基本上我看到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需要 进行一般传统开刀的治疗 也要需要到开刀的情况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可能它的发炎 或是破坏的情况已经到了我们 不得不深入要把它清除的状况 我们刚刚讲水雷射它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有大面积的牙龈的翻开 所以你在术后的疼痛以及术后伤口的恢复 一定会是比较好的 但是当它已经严重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有可能不仅仅只是需要治疗 还需要有一些骨头大面积的复原再生的时候 有可能还是会需要用到传统的手术方式 了解 其实我们应该要蛮庆幸 现在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让我们在看牙的时候能够稍稍舒服一点 不过很重要就是要定期检查 对不对 定期检查这件事情是不变的一个道理 而且另外也有科学家指出说 其实为什么人的牙科疾病越来越多 居然跟人类文明进化太快有关系吗 这听起来好像玄学一般 可是是有所本的 还有另外赖医师还要教我们 所谓的餐前见口操对不对 就是除了定期检查之外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 餐前见口操听说很有帮助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分享 请别走开